作者属世杰杨凯,在刚刚发布的《2018胡润女企业家榜》中,因要借企业家郑翔领以270亿元的身家,冲入榜单第十位,身家较去年暴涨125%,排名上升27位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五十四的传奇女首富,泰国首富县世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谢丙居妻,郑翔领,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农民。 郑翔领出生于陕西渝林市,不随得县级镇后郑家沟村,一个幽静闭色,摇动数落的陕北农村,从沙北农村女孩,到泰国首富夫人,刻意功能无疑是其传奇人生的重要支点。 特异功能改变人生,郑翔领在陕西隋德县是个人尽皆知的传奇人物,在隋德官网上,对于郑翔领,有这样一段介绍,上初中时偶有特异功能,从此开始学医,曾给许多重要人物看过病,诊断准确,无疑有误,网络上,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关于郑翔领特异功能的传闻。 据说,其父亲郑维也一树高明,因眼睛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,而被当地人称为活神仙。 在郑维也的六个子女中,有三个拥有类似特异功能,而郑翔领则是其中之一。 初中时,郑翔领拥有特异功能,的消息便传开了,1978年,西安晚报专门对她进行了测试。 在测试中,她用手便认出了记者火灾纸团里的不同颜色的毛线,又用耳朵听认,出许多汗字和图画。 媒体的渲染使得郑翔领,拥有特异功能的消息更加广为流传,甚至还入选过世界未解之谜。 为此,她被西安医学院破例升为学生,后又被陕西省军区特招入伍,在军营里一待就是十年,入伍期间,她先后在陕西省军区门者部,兰州军区门者部保健处工作。 1984年,从兰州军区区医学校毕业后,要入北京总参保健处工作,后转业到北京中医药大学,养改向世界医学砌工学会副秘书长,国际医学砌工交流中心主任等职。 进入军队以后,仍有许多关于其特异功能的传说,据说,她还为许多首长看过病,无论传言是否属实,所谓的特异功能,的确为她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 嫁入豪门成就女首富,1990年前后,20多岁的郑祥林转业后入选陕西省政协常委,并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,香港陕西联谊会会长,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中央职务。 据见面新闻,报道,偶然在一个朋友家的谢后,20多岁的郑祥林,出狱后来成为她人生伴侣的谢饼,之后,郑祥林担任过泰国政大集团董事站助理,而泰国政大集团正是谢饼的家族企业。 1992年,郑祥林与泰国华人谢饼结婚,并定居香港,飞红腾待以后,郑祥林时常以慈善专献回馈家乡隋德县,当地甚至流传着郑祥林语录。 其丈夫谢饼是著名的泰国首富谢氏集团的第三代掌门人,嫁入豪门以后,郑祥林的才敢得到充分发挥,担任政大制药集团总裁,北京泰的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中国生物制药董事等多职,财富也随之时涨传高。 2012年,谢饼将中国生物制药5亿股股本约扎公司总股份为10.118%无偿转让给郑祥林,受此影响,公司实际控股股东,由谢饼变为郑祥林,持股比例为24.284%。 2018年1月5日,中国生物制药发布公告称,公司拟收购到股东协市家族持有的北京泰德累计24%权益,总交易对价位128.96亿港币。 但随着其下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这次大审核,中国生物制药股权结构得益优化,净资产收益率也变得更具吸引力。 其股价也一路上扬。 2018年6月1日,达到13.880港元每股的盘中最高价,市值一度超过1500亿人民币。 然而,受股市大环境影响,中国生物制药在达到最高点后一路下行,如今市值缩水至745.5亿元。 不过,郑祥林对中国生物制药,似乎颇有信心,在其股价一路下行的情况下,于6月19日,8月23日和8月24日,先后三次增持公司股份。 最新持股比例为22.17%,25岁的女儿也不简单。 苦腹无权辞,郑祥林和谢炳之女谢奇润,这经历同样堪称传奇。 如今年仅25岁的谢奇润,已担任中国生物制药上门人达三年之久。 2015年6月,谢炳宣布离职,由当时刚满22岁的女儿谢奇润,代替她担任中国生物治疗主席一职。 22岁的谢奇润就这样,扛起了一个市值数百亿的公司。 公开资料显示,谢奇润曾赴美留学专攻财务及医疗管理,并先后在多家公司投资、财务以及企业发展部门工作,实战经验丰富。 其则马上任以来,接班过度相当平稳,中国生物制药的业绩也可圈可点。 在福布茨中国近日发布的《2018中国最杰出生件女性排行榜》上,25岁的谢奇润名列第25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